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Fanny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Kung Fu Panda 1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上完披薩課程的感想 你們看的電影是 功夫熊貓移 這部電影的角色有 我俏小龍、阿波、猴王、快躺螞和家屋 俏小龍的速度很快 我俏小龍很像哥哥 因為俏小龍的速度很快 我哥哥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才會覺得哥哥和俏小龍很相似 我不贊成阿波的爸爸 阿波不是他的親生兒子 因為阿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也許會很難過或者很生氣 甚至會離家出走 所以我才不贊成 我認為阿波在爸爸的麵店打工不開心 因為他想要當神龍大小 但是他爸爸一直阻擋他 所以他才不開心 我覺得可以分成四個段落 第一段阿波當上神龍大小 第二段阿波從沒有信心變成有信心 第三段師父一開始不相信阿波 最後變成很信任阿波 第四段阿波發揮他的功能 才讓師父訓練他 我看完這部電影學 學到我不能半步而非要有不放棄的精神 所以做事不能做到一半就放棄要勇往之前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要關鍵